根據統計啊 大概每三個男性呢 就會有一個有早洩的狀況 有時候我們都會看一些A片嘛 然後就覺得說哇 這個男主角真的很厲害 一個片子大概兩個小時 就從頭做到尾 好像都不會射精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才是正常的呢 但是陳醫師在這裡跟大家講 這絕對是錯誤的 歡迎收看可樂研究社 你的兩性知識專賣店 我是陳維銘醫師 相信大家一定都聽過早洩這個詞 而且很多男生只要聽到這個詞 就會很擔心說 自己會不會也發生這樣的狀況 今天就在可樂診療室呢 由我陳維銘醫師呢 來為大家解釋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早洩 還有呢 我會帶大家自我檢查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早洩的狀況 說到這個早洩啊 其實呢 它是男性性功能障礙裡面的 最常見的一個狀況哦 根據統計啊 大概每三個男性呢 就會有一個有早洩的狀況 甚至啊 有文獻人會說啊 你會不會就是其中之一呢 那這個早洩啊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不是說啊 我時間比較早 就叫早洩 其實呢 根據我們醫學上的定義呢 它包含了三個 第一個呢 就是時間短 如果說你今天插到陰道裡面之後呢 活塞運動持續的時間呢 小於一分鐘 那大概呢 你就有可能是早洩的患者了 但是只有時間是不夠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控制的問題 你有沒有辦法在你有想要射精的時候呢 停下來 然後稍微忍耐一下 這個射精的衝動就會結束 然後可以讓你繼續再做活塞運動 所以如果你可以 藉由停下來等等的方式呢 讓這個射精的衝動緩解下來 然後可以再繼續的話呢 你可以控制它的話呢 其實呢 也就不符合早洩的定義了 就像我常常會跟病人講的 如果你今天活塞運動一插進去啊 然後可能30秒 一分鐘 很有感覺 感覺很舒服了 快要來了 但是呢 你停下來之後 深吸一口氣 這個感覺就消退了 你又可以走走停停的 把時間拉長的話呢 這就不算早洩的狀況了 那第三個 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的伴侶到底滿不滿意 有的時候呢 這個時間真的是很快啊 你也沒辦法控制 但是呢 你的伴侶剛好就是你前戲做得很好啊 所以你可能插進去一兩分鐘 他就高潮也就來了 這個時候呢 他覺得 實在太好了 我根本不需要忍耐 不需要在那邊假高潮 那這時候呢 他也會覺得 非常有效率 非常的開心 那這時候呢 伴侶非常的滿意呢 其實呢 你也不符合早洩的定義 所以呢 早洩要同時符合這三個定義 才真的是早洩的患者 正常的這個射精 他其實是可以分成三個時期的 那第一個時期呢 就是所謂的 洩津期 意思就是說呢 當我們開始有這個高潮的感覺的時候呢 我們的射精管 我們的儲精囊 我們的攝物線 就會開始收縮 把這些精液的成分呢 排到我們的尿道裡面去 這是第一個時期 那這時候呢 其實是由我們的交感神經所控制了 那到了第二個時期的時候呢 開始我們的骨盆底的肌肉 尿道球狀肌呢 就會開始有規律的收縮 然後一陣一陣的把精液呢 射出我們的體外 那這是第二個時期 那在這兩個時期的時候呢 他其實只是一個身體的一個動作 但是呢 我們大腦呢 同時也會感受到一陣愉悅的感覺 就是這個愉悅的感覺啊 讓我們就是對於這個姓氏啊 就是執迷不悟了 所以呢 總是有這三個時期 才是完成我們的所謂的射精的一個過程 有時候我們都會看一些A片嘛 然後就覺得說 哇 這個男主角真的很厲害 一個片子大概兩個小時 就從頭做到尾 好像都不會射精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才是正常的呢 但是陳醫師在這裡跟大家講 這絕對是錯誤的 因為呢 根據統計呢 其實大部分的人的射精時間呢 差不多就是五分鐘而已 所以呢 如果說你插入陰道裡面呢 然後活塞運動 已經六七分鐘了 其實你已經贏過了 大概一半以上的人囉 那接下來呢 陳醫師就要帶大家 來自我檢查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早瀉的困擾 那我引用的呢 是我們國際上非常通用的 早瀉的診斷的一個工具 總共呢 包含了有五個問題 那大家可以根據這個表上的分數呢 來幫自己算一下分數 如果說呢 你超過了八分 那就表示 你是早瀉的病人啦 建議你呢 就要到密藥科的門診呢 來做進一步的檢查跟治療了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了 那這個早瀉的診斷工具 第一題就是 要你延遲射精有多困難 從一點都不困難 到極度的困難 那自己看一下 自己的分數是多少 第二題是 你是否在你想要射精的時候 就射精了呢 那一樣也是從來都沒有 到幾乎百分之一百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的分數到底是幾分 第三題是 你是否在輕微的刺激下 就會射精了 那如果說你幾乎都不會這樣子 就是耐操耐磨那就是零分 那如果說你幾乎每一次啊 有時候戴個保險套就射了 那就是四分 第四題 你是否會因為在你想要射精之前 就會射精呢 而且因為這件事情呢 感到挫折呢 如果說呢 一點都不會覺得挫折 那就是零分 然後呢 你會覺得 真的是會非常非常的挫折 那就是四分 那最後一題就是 對於你的射精時間啊 沒有辦法讓你的伴侶的信譽感到滿足 你有多憂慮 如果說一點都不覺得 你覺得你的另外一半非常的滿意 就是得到零分 那如果是你也會非常的擔心 你的伴侶會沒有辦法滿足的話 那就是四分 好 大家可以算一下自己的分數是幾分喔 再講一次 如果你超過了八分 那就表示 你有可能是早洩的患者 要進一步就醫檢查了 那講了這麼多呢 其實呢 在臨床上面 我們會把早洩這樣的狀況呢 做一些進一步的分類 那第一種呢 就是所謂的先天型的早洩 那通常呢這個先天型的早洩 插入陰道之後呢 想要射精的時間會比較短一點 通常都會小於一分鐘 而且呢 從你第一次有性經驗開始呢 就是這個樣子了 第二種呢 就是所謂的後天型的早洩 它大概是呢 原本一開始有性經驗的時候呢 時間都很OK啊 10分鐘 15分鐘 8分鐘 都沒有問題 可是呢 會發現 怎麼這個時間 越來越短了 然後開始呢 小於3分鐘了 另外一半也開始覺得 以前我都覺得很開心 怎麼現在都不行了 但是呢在我們臨床上 門診裡面常看到的 其實還有另外兩種病人喔 就是呢 所謂的自然變異型的早洩 就是說呢 每次性行為的時候呢 這個興奮程度是不一樣的 環境也可能是不一樣的 可能你的對象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可能說 你今天剛好是 瞎貓碰到死耗子 剛好遇到一個 這個性氣非常相和的人 就發現 哇 怎麼這麼快就被他弄出來了 可能兩三分鐘就結束了 那但是呢 換了另外一個人之後 就發現 時間又恢復正常了 或是今天剛好呢 去陽明山看夜景 然後來個車鎮好了 那這時候覺得 這個環境特別刺激 所以一下子就結束了 那這種呢 會因為時間 地點 或者是對象的關係 而改變的這種呢 其實呢 都是正常的現象 你不用因為說 啊我好像這一個禮拜 比較早洩 然後我就覺得說 一定有問題 其實呢 你可以再稍微觀察一下 那第二種呢 其實我們門診 更常見的一個狀況就是 自以為早洩 說實話在門診裡面有很多人喔 他可能性行為的時間啊 都已經是七八分鐘了 十分鐘 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 陳醫師 我最常還遇過半小時的病人 還在跑來說他早洩 你一問就知道 他其實根本就沒有早洩的問題 他可能只是因為擔心啊 焦慮啊 或是賣藥的廣告 讓他覺得是說 我就是應該要 金槍不倒兩小時 那這種呢 就會讓他覺得說 有一些心理的壓力而來看診 但是呢 通常我們遇到這樣的病人 就是告訴他 你是正常的 不用太擔心 那到底什麼樣的原因 會導致一個人會早洩呢 我有時候在門診啊 會跟這個病人 稍微安慰一下 是說呢 其實你想一下 在原始的時代 如果都是原始人的時候呢 你在草原上面跟另外一半 作愛交配 如果你作愛的時間 真的太久了 超過了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一個小時 結果呢 老虎獅子就來了 一不小心 你正在望我的時候呢 就被老虎獅子吃掉了嘛 所以其實呢 性行為是 人相對脆弱的時候 演化出來的一個結果就是 當然這個性行為的時間呢 本來就不會太長 所以呢 隨著人類越來越演化之後呢 我們開始就懂得享受這件事情了 所以才慢慢有一個時間 大家會覺得說 多少時間以上 會比較OK的 就像剛才提到的 所謂的先天形的早洩 其實呢 他可能就可以跟遺傳有關係 那有些理論會認為是說呢 因為我們射精的 控制的地方 其實不是在下面 而是在我們的大腦 所以如果說像大腦 有一些神經傳導物質呢 出了問題呢 也有可能會讓我們的 抽插的時間呢 會減少 所以呢 可能就會有早洩的狀況會發生 當然還有一些後天的狀況 可能也會影響到 比如說最常見的 攝護腺發炎 或是密耀道感染 那這些可能常見於性病 像我之前就有遇過病人 發現他自己怎麼變得很早洩的 結果一驗會發現 原來是 披菌的感染 那吃了抗生素治療之後呢 欸 這個狀況呢 也就跟著就改善了 就好了 所以接下來呢 陳醫師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早些有哪些 危險因子 要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那第一個呢 性行為的時間太早 比如說呢 我還是一個國中生的時候呢 欸 我就偷腸禁果 既然叫偷腸嘛 所以呢 通常都會在一些 比較不安全的環境 比如說呢 可能家裡還有爸媽在 然後就在房間裡面 偷偷摸摸的 那也有可能是在校車上面啊 也有可能在廁所裡面 那這些其實都是 很不安全的環境 如果說你今天 很年輕 你就會很擔心說 欸會不會鬧出人另來 會不會就懷孕了 所以在這種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呢 你可能就會變得比較 早洩一點 第二個呢 就是所謂的肥胖 不運動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 床上運動也是個運動嘛 而且它是一個要 坦承相見的運動 你今天衣服脫掉 發現肚子有夠大的 你就會對自己開始比較沒有信心 那你就會擔心說 我會不會表現不好 所以呢 身材不好 不運動 你的持久力 當然就會變得比較差一點 那第三個呢 就是有一些焦慮 憂慮的一個狀況 我常常會跟病人講啦 如果說你今天在 跟另外一半在做的時候 你就想到說 我今天會不會早洩 那陳醫師跟你保證 你今天就一定會早洩 因為你只要越想到這件事情 越擔心這件事情呢 就是所謂的 墨飛定律 噩夢就會成真 跟著就發生了 那再來還有什麼原因 會讓你是早洩的危險的這個患者呢 如果說呢 你很喜歡三不五時就去喝一杯 那這種狀況呢 其實也會 影響到你的神經系統 所以會讓你有比較容易 會有早洩的狀況發生 甚至除了喝酒之外呢 你甚至會喜歡用一些娛樂性的用藥 說實話 有一點點違法啦 比如說像 那安非他命啦 咬頭腕啊等等的東西 通常也是刺激我們的神經 也會讓你呢 比較容易會有早洩的狀況發生 如果說呢 你是一個包皮容易發炎的人 然後攝護腺有發炎的人 或是像剛才提到的 你有因為感染性病 所以有尿道發炎的狀況 那會讓你這些生殖器官 都處於一個比較敏感的狀況 那當然在活塞運動的時候呢 就會因為比較敏感的關係 所以比較容易會有射精的狀況 那再來呢 還有一些狀況呢 其實是身體出了問題 比如說你的內分泌失調 比如說你的男性荷爾蒙不夠了 比如說你的甲狀腺抗靜 那這些呢 都會讓身體處在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就是也比較容易 會有早洩的狀況發生 另外呢 糖尿病跟高血壓呢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這個射精 勃起的功能 所以你也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而比較容易早洩 所以講了老半天 有這些危險因子 就是希望告訴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呢 就是要好好的保持自己的生活習慣 遠離這些可能的疾病 讓你不會因為這樣子 罹患上了早洩的狀況 但是呢 如果說你已經 藉由剛才的自我檢測表呢 發現 我真的是一個早洩的患者了 那還是要建議你好好的去就醫檢查 因為我們剛才有提到嘛 有些危險因子是表示你身體出了問題 那就需要做進一步的治療了 那今天呢 我們的可樂診療是到這裡囉 下一集呢 我們會介紹一下 早洩到底有什麼 自我治療的方式呢 如果你有任何有關於泌尿科的問題呢 歡迎你留言告訴我們 也歡迎你 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